今天是一個生活頻道,我們蠻久沒拍了 那因為今天我們帶Channy第一次去寶寶游 所以我們想說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今天也吃到 我超級喜歡的慶晨街海南雞飯 它好吃 它好吃 這一家,欸你吃過對不對? 有啊 嗯 很好吃,我覺得台北 海南雞飯第一名就是慶晨街了 還是大家有推薦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他常愛吃海南雞飯 嗯 哇讚讚讚 好 主要還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今天去的一些心得感想 我覺得就超好笑的,剛剛 剛剛 我們 坐車回來,就反正遊完泳之後我們就是有很 很 很感動很感慨,反正就有很多想法 然後 Sky就說 我們等一下來拍一個生活頻道啊 我很少這麼想要分享一件事 喔對 好 總之呢 我們先講我們的過程 但是 首先呢 為什麼要 去寶寶游 為什麼我們想要讓寶寶 這麼早的年紀 就去接觸 水 很多人會說因為寶寶在養水的 裡面的時候 他其實很習慣那個水的環境 所以他剛出生啊 下水他反而比較習慣 就比起說 一兩歲之後 再下水會更習慣那個水的感覺 對 然後 其實你說他國小在學游泳 學得會 一定也學得會 只是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在他 這麼小的時候 很適合透過這些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刺激 不同的運動 去刺激他大腦的發展 肌肉的發展 因為其實 寶寶在 這麼早的年紀 他任何的 聲光 的接觸 都是對他的神經發育 是很好的 對他的發展 所以 因為有了這些接觸 因為他唯一的接觸 其實就是你 對 所以 我們也想要給他 不同的刺激 那 在 寶寶這麼小的年紀的時候啊 就像剛剛威力講的 就是水對他來說 其實應該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東西 不應該是一個他害怕的東西 因為他原本就是在 媽媽的子宮裡面 羊睡裡面 生活了 十個月 所以 應該讓他回去到他這樣舒服的環境 那重點就是我們要讓他的 整個在游泳的過程 或是在玩水的過程 都很安心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假設 寶寶中間有任何的 不舒服 或是 心情不好 或什麼 那我們就不要繼續 因為他不是一個課程 你不要想像是說你一定要 達到什麼樣的 目標或是怎麼樣 不然就是不及格 其實他的重點就是 讓他去接觸水 讓他去習慣水 然後再來就是跟爸爸媽媽 培養一些 默契 跟爸爸媽媽培養一些 安全感 因為其實 你在透過你在跟他 在水中玩的時候 我們發現真的 你跟 在 平常我們在陸地上啊 他的 放鬆的程度 或是他的一些 動作 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 可能也是因為 他在水裡面呢 如果他習慣了之後啊 他可能就會 像是做那個tummy time的時候 就是寶寶有時候 我們會讓他訓練抬頭 他有時候在 在 在這邊的時候 就是會蠻容易不 不開心 那可能 也是因為他肚子就 壓著 我覺得啦 可能壓著 不舒服 所以他可能會 因為不想要抬頭 可是在水裡面的時候 可能會 有一個水的潤滑 或是 有福利的關係 他就覺得 他就 剛才抬頭抬得超棒的 對 然後我覺得最訝異的就是 我們今天去啊 我們從 一開始 進去裡面 沖澡 換衣服 然後到下水 出水 中間都沒有 完全沒哭 但是他其實是 平常會哭的 就是他洗澡的時候 是會哭的 他平常洗澡 容易很緊張 就是手都會握很緊 或是一下水就哭 然後馬上抱起來 再慢慢讓他習慣 這樣子 對 我今天蠻訝異 他竟然沒有哭 因為我這幾天都很擔心 因為他們課程 因為沒有 沒有什麼進度嘛 就是沒有說你一定要 今天學會什麼學會什麼 就是 算是比較像體驗的感覺 所以 他們就很重視說 如果寶寶不舒服 就要停下來 不會繼續強迫他 我就很擔心 他今天會不會哭到我們 沒有辦法上課 就要一直在那邊這樣 嗯 就沒想到他竟然 一下水就超級淡定的 又在吃手燒 然後 我們今天的 過程其實 就學的東西 我們學了幾個 一開始就是讓他漂浮 我們稍微給他一點支撐 讓他 感覺是自己 我覺得有學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爸爸媽媽自己要不緊張 要放鬆 他才會放鬆 因為他很多的感官啊 他都是 透過學習 就是他觀察 爸爸媽媽的 肌肉 他其實是 很緊繃的 因為當我們 抓他 抓得很用力 其實都會傳達 給他一個緊張的訊息 對 所以他可能就原本不害怕 反而變得害怕 對 那所以 第一個就是要學習 跟寶寶相處 然後讓他 輕輕的扶著他 讓他在水中 這樣子 這樣子 游來游去 然後第二個我們就是 練習是 讓寶寶 離開水 然後接觸水 離開水 接觸水 也是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讓他熟悉 那個水 的感覺 然後最後我們 的那個是 讓他練習 隊長 就是 從右手跟 左腳 或是 左手跟右腳 去 碰觸 因為其實寶寶 有時候他 通常發育到第五六個月啦 六個月的時候 他就可以開始發現 他有兩隻手 他本來就覺得 我只有一隻手 所以你看 他每次動作就是 單邊單邊 那 你給他東西他抓 那他要能夠到 對策的手 可能要 通常知道六個月這樣子 對 那這也是讓他訓練 就是一些接觸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學什麼 現在還有 最後好像還有一個工作 對不對 有嗎 最後好像就躺著這樣子 好像差不多是這樣子 喔 唉唷你這吃手 吃到 你吃手 吃到自己 吃到肝偶 你吃太深了啦 好 我們今天就學這幾個 好像是 應該是 那時間過很快 因為一堂課就只有30分鐘而已 那其實我 我們 大概 15分鐘15分鐘嗎 我大概20分鐘 20分鐘 就是Wendy有大概 20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大概10分鐘 那就結束課程了 因為寶寶也不能夠 太久 不然他會 如果讓他 比較累 因為他還那麼小 他可能30分鐘對他來說就很累了 那如果說在他很累很不開心的情況下 才讓他離開水的話 他可能 久而久之就覺得 這是 就沒有那麼喜歡這件事情 就是 在最快樂的時候讓他離開 對 沒錯 這樣才是最美好的回憶 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對呀 我覺得很多的 觀念啊 就是他的老師 他的創 我們今天的老師是藍系老師 是他們 系友寶寶的創辦人 那我覺得他的很多的育兒觀念跟我們的觀念是 一樣 對 我非常喜歡他的觀念 就是譬如說 舉個例子 譬如說 除了這些膽觀的刺激 我覺得 另外就是他很注重 跟寶寶的 譬如說 寶寶 我們在跟他 練習游泳的時候呢 就是要讓他跟我們的視線是 同樣的水平 因為我們平常抱他的時候 有時候是 往上看對不對 那或是我們帶著小孩 如果假設以後比較大 可能是 他很矮嘛 所以我們都是 由上往下 他都是這樣往上看 你很矮 我們在練習游泳的時候 我講到我們今天還有一個 是 下水 就是 就是讓我們自己發 他那個 冒泡 就是 噗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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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在他面前把 嘴巴 沉下去 就是我們整個人沉下去 拿出泡泡引起他的興趣 然後我們再整個頭沉下去 而且起來的時候要 帶著開心的笑容 讓他覺得 下水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開心 很正常的事情 對 所以這個 這件事情真的就是 你一定要 讓他覺得說 這是沒有什麼好怕的 所以 跟我們很多的想法是一樣 就是 很多東西 你不要一開始就直接跟寶寶說 啊你會不會怕 就是 譬如說 我們 看到 看到一個什麼 紳士 走吊橋 對 或是什麼 你就說 啊你會不會怕 那他可能本來還不怕 就是他本來 不會覺得這是可怕的東西 就是例如說 他看到 小狗 跟他看到 跟看到什麼 中心很可怕 嗯 生活中的 因為生活中不會看到獅子 喔譬如說 蟑螂 喔好 看到小狗跟他看到蟑螂的時候 對他來說都是新的生物 但是 我覺得不要再 一看到蟑螂就說 啊你會不會怕這樣子 那他可能 就會 覺得害怕 然後他就會知道說 這是一個 可能會讓他害怕的 東西 尤其是你在 某幾樣 因為你譬如說 你看到 喔小狗好像也會說害怕 但反正就是 有些東西 你不會跟他說 欸你會不會怕 可是某些特定的東西 你會這樣子問他的時候 他可能久而久之就知道說 喔這些事 會讓人感到害怕的東西 所以我們 是覺得說 在他嘗試 呃第一次嘗試 各種事情之前 我們都 不要 表現出 就是我們不要給他一個預設立場 就例如說 吊橋 假設我自己很怕我有居膏症 但是我希望我帶他去走吊橋的時候 我不會傳達給他說這是可怕的東西 或是我很怕 喔或者是游泳 其實我是怕水的 喔對 我是不會游泳的 但是 我就是 盡何能的 要放鬆 我不會讓他覺得說 我害怕水 我讓他用 沒有這個預設立場的 心態去面對他第一次的體驗 對不對 你怎麼蠻好吃的喔 那就是我覺得 寶寶他其實 你要像 像他在吃手 因為他現在能夠 感受的東西 其實就是他的 嘴巴 就是 所以我們也不排斥說 如果他不小心喝到水 其實 那邊的水啊 第一個是他都是 飲用水 所以其實喝到也沒有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 本來就是 他很多的感官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自己 我覺得不用 說什麼 呃 就是 喔有些人會覺得 是不是有些人甚至覺得 這麼想幹嘛去游泳 或是 去玩水 就是 我覺得可能說 去游泳好像會 把他想成是 上游泳課 或是 學游泳 然後就會覺得說 好像沒必要怎麼小去 因為他 國小 國中在學也學得會啊 可是我覺得更多的是 就是感官啊 體驗的刺激 對我們來說是 這個第一個就是 感官的刺激 然後跟 爸媽的 互動 大於 他學習到 不怕水 跟 他學習到游泳技能 但是我覺得這個游泳技能跟不怕水 也是可以 一定是可以達到的 他一定會相比於其他的 孩子 就是沒有那麼早接觸的孩子 更不怕一點 這是一定的 那只是說對我們來說 我們 把這個的 這是當作附加的價值 我覺得 寶寶游泳 我們最主要不是說 一定要讓他學會游泳 或是什麼 什麼潛水 那些 對 那個可以慢慢學 沒關係 但至少 不害怕水 這些東西 我覺得 都是 很不錯 對 雖然我很希望他學會游泳 又不會 會啦 會啦 對不對 會啦 其實我們發現 在那邊 兩個多月 不是最早的 他們最早的 三週就去了 三週就可以開始上 那其實 我覺得這樣子也好 就是如果 可以的話 我也希望 我小時候可以這樣子 去那邊 然後還有一點 我覺得要講就是 他們那邊的環境 我覺得真的是 很適合 小寶寶 或是 任何 就是小朋友的 因為他的 整個設計 你就會發現 他的很多的巧思 都是為了孩子們 而設計的 這一點讓我覺得 很感動 我從一開始 我今天去 就一直感動到 我離開 我覺得說 他的很多的 東西 就 就像譬如他一開始 有很明亮的 觀察空間 然後有一個 很大的 兒童遊戲區 對 就是 他作為一個 游泳教室 但是他花了這麼大的空間 去做兒童遊戲區 對他是在 小巨蛋那邊 所以那邊也是 寸土寸金 但是他們就是 花了很大的空間 讓寶寶 小朋友 都可以在那邊玩 可是因為我們還不能玩 啊 還是你要喝奶奶 那我們來喝奶奶 大家可能想喝奶奶了 他有很多很貼心的 小設施 就是你一個游泳教室不會想到說喔要有這些設施 可是當他跟你說他有這些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哇 他們竟然有想到這個好東西 然後遊戲區 然後他裡面呢 所有的 浴室啊 就是都有 尿布台 尿布台 然後或是 小朋友的那個 對 就是尿布台或是你 就是把媽媽如果一個人帶去 沒有地方 可以照顧 如果自己要尿尿的話 你不用擔心就可以 裡面 都弄得非常乾淨 就隨時都有人 打掃 然後 傾銷 然後吹風機 對區吹風機的區域啊 每一台吹風機前面都有一個小朋友座椅 對 而且還有一個 我今天去吹頭髮就發現一個小貼心設計 就是 他的那個吹風機的線啊 電線 他們都有一個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耶 就是他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 放置那些電線 然後他就是有提醒說 要 電線要記得放好 說好 以免纏繞到小朋友 對 就是很多 小貼心設計啊 然後他 有一個換尿布的地方 大的尿布台 上面有那個燈 那燈是不會刺激眼睛 但是會吸引他們注意 所以你看 你在換尿布的時候 寶寶只能往上看 所以如果是一個白牆 他就很無聊 可是如果你有這個燈 他就有點像七彩霓虹燈 可是 他又不是會刺激眼睛的 他就可以跟著看 那他就不會注意到說 現在可能比較不舒服 或是在換的過程 所以你今天就一直看 對 我覺得這些都 就是 很貼心的去照顧 因為 如果你單純只是要上游泳課 你不需要做這麼多東西 對 但是他就是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細節 然後尿布台啊 就是尿布的收集 那個桶啊 然後什麼的 都 都有 就是都很貼心 而且他們還有那個耶 他們還有那個 脫水肌耶 我覺得超強 就是脫水肌 什麼的 反正該有的都有啊 我覺得沒什麼好挑的 那水溫呢 也是33度 很溫 就進去完全不會冷 所以缺你今天出來 我覺得唯一的話 就是說 出水的時候要趕快把它擦乾 那其實每一間的淋浴間 就每一間的更衣間 都有那個暖風機 就是 不是暖風機 暖燈 所以他就是會比較 有那個 熱輻射 就會比較熱 溫暖一點 真的 我覺得 沒什麼好挑的 我今天我真的覺得 這個地方 是我一看到 我就知道說 一定要帶去你的地方 他今天真的感動到 全身都在 感動 也沒有 就是 就是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 有這樣子的 人去設 就是 弄出這樣子的 設立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東西 一個 寶寶游 這個教室 或是 這個空間 是真的對寶寶有愛的人 對 才會做出來的 對 上課的途中 也可以感覺到 他對寶寶非常有愛 他會一直跟寶寶講話 一直跟他對話 對 很溫柔的看著他 好 所以我就是想說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其實我們在台灣也有這樣子 很好的 學校 因為他這好像是 他 原本是住在英國 這個 萊希老師 所以 他可能把這些 本來可能在國外比較 有的這些東西 帶到台灣來 因為畢竟 老一輩的人 是不是對寶寶游泳都 都不太 都比較陌生 就是我們以前台灣是沒有這種東西 我最近跟人家說我要去寶寶游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那麼小就要去游泳喔 對 所以 我們也蠻 期待 我們就是之後 可以帶著犬妮去 寶寶游 然後就看 中間的一路上的過程 這樣子 我是 覺得很 很棒 對啊 只是 可惜的是他 因為這麼小的 小朋友 他的 課程時間 都是 平日 對 那所以 我 我的時間的話 就要再 小看看 不是 不一定每週都有空 那有時候可能就只能為你帶他去 那就 就再看看吧 我覺得 但至少我覺得 呃 我們 我們是應該要帶一千里去 我覺得他今天也真的蠻開心的 我今天上完覺得 想要讓他繼續 可以去學 就是持續的接觸 持續的接觸 然後也是 持續有 這個 就是他也是一個運動啊 對啊 好 好啦 那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之後會有 呃 我們今天有拍影片 然後之後會就是剪在主頻道上面 那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只是想說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這樣子 好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沒有 沒有 OK 那我們就這樣子啦 掰掰 掰掰